魏英伸手轻轻扶了下墨玄宇的身子 指尖灵力微动 原本的尸体凭空消失 指于一颗白色的珠子 其上灵光浮动 转眼又恢复平静 看起来与普通珠宝并无不同 右抬手使了个清洁咒 待地上献舍阵法痕迹 与周身的血腥味彻底清除后 转身出门 五个时辰前 魏公子可有不适 欺染担忧地看向 从刚才起就有些不对劲的魏英 七七亦是如此 魏英摇了摇头 右手两指合并 按在太阳穴上轻轻揉了揉 带一丝头疼赶去掉后 回忆二人一笑 无所谓道 安啦安啦 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继续去听书吧 那夷灵老祖的故事就挺不错的 话虽如此 欺染还是有些担忧 但这么长的时间相处下来 这人什么性格 他也知了个七七八八 只得轻叹口气 随了他的意 前去茶楼听书去 话说这夷灵老祖啊 但真是散尽天良 上回书说到那夷灵老祖 血洗不夜天五千修士 和并那鬼物因虎福 大开杀戒 而这回 亭上的说书人 一敲手中折扇 那表情是一个大意凌然 大声道 就讲这夷灵老祖被百家围剿的时候 你们可不知道 那个时候啊 夷灵老祖沉情一想 呵 整个乱葬岗上 那可谓是生灵涂炭啊 百家死的死 伤的伤 后小江宗主带头 另辟蹊径 将那些走失啊 杀得可谓是片甲不留 而后 夷灵老祖见敌不过 又想合并阴虎福 结果 那阴虎福 却是个邪恶 他不仅没能合并 反而被那阴虎福给反噬了 顿时 万鬼叫嚎 齐齐向夷灵老祖委屈 那说书人在一敲扇 语气一扬顿挫道 自此 夷灵老祖 深死到笑 好好好 要我说 这结局还是太轻了点 像那魔头 就应该好好折磨 让他永世 不得超生才好 一喝茶人道 语气厌恶憎恨 表情也满是对 夷灵老祖此人的厌恶 李兄说得对 像他这种人 就应该好好折磨才对 万鬼反噬算什么 就那一瞬间的事 轻 太轻 坐在李兄旁的人说道 语气也是 同样的深恶痛绝 表情都快扭去了 还有那五千秀氏 以及他的师姐江艳离 则 不得不说 这位无限是真的狠 连从小带他如亲姐的师姐 都能痛下杀手 真是忘恩负义 坐在李兄旁的人继续道 林桌有一人听不下去 出声道 那夷灵老祖 虽说的确手段残忍 在不夜天也大开杀戒 可我听说 不夜天死的人不过两千多 远没有五千那么多 他的师姐 好像也不是他杀的呀 那被叫李兄的人看他一眼 出声呛道 三千五千有区别吗 死在他夷灵老祖手中的人命 还少吗 江艳离又怎么不是他杀的了 没听说小江宗主都亲口承认了吗 那人一噎 不再说话 吃起饭来 倒是气气不解地看向魏英 问道魏公子三千和五千没有区别吗 他的声音不大 但他们这一桌离那两桌较近 自是叫人听得清清楚楚 周围的一些人也将目光移过去 魏英淡定地喝了一口茶 瞥他一眼 但声道 会算数吗 七七脸一红 低下头嗷了一声 没再接话 李兄被这句话给憋得脸色清清白白的 好不精彩 此时一拍桌案 实质指向魏英 怒声质问道 你这家伙什么意思 魏英外出时 一般都会戴个狐狸面具 这次也不例外 狐狸面具直接遮住大半张脸 只露出眼睛嘴巴和下汗 闻声 看都不看那位李兄 继续品茶 那李兄被无视 怒气一下子上来 眼看就要动手 魏英正好品完茶 拇指往刚刚喝茶的地方一抹 站起身 对两人道 走吧 话罢 依旧未看那位李兄一眼 镜子离开 二人也紧跟其后 晚间 魏公子 我们先住店吧 欺染看向魏英 魏英点头 三人就近找了间客栈 要了三间房 今天魏英的状态一直不对 欺染看了他一样 便拉着七七各自回房了 只于魏英一人在楼下发呆 事实上 魏英也不知怎么了 就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沉思片刻 转身出了客栈 顺着自己的感觉向前走 莫名走到这个墨家庄 又莫名地感应到 有人献舍 嗨 莫名地觉得 此时眼前的一个个少年服饰格外的熟悉 这真的是巧合 世上真有这要巧的事 可若没有 又到底是谁 他来这里 并没有揭示除墨上村外的人 至于有没有得罪人他不知道 也懒得管 可 若是真的有人针对他设什么局的话 不管因为什么 他都不会让对方如意 想到这里 魏英眼中掠过一抹寒光 又看向正与鬼手相斗的几位白衣少年 手中用灵力凝成一把剑 轻轻一挥 那只鬼手顿时被打飞到墙上 甚至有碎裂成一块一块的迹象 几名蓝家小辈震惊地看向魏英 魏英不做理会 随手收了 那鬼手就要走 被蓝丝锥及时拦住 淡默地瞥了眼蓝丝锥 魏英不做和平 侧身继续迈步往前走 蓝丝锥见状 盲行李道 前辈等等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不知前辈名讳 顾苏蓝氏定颂礼答谢前辈 正巧 蓝忘机遇见赶来 听到蓝丝锥的话 同样看向魏英 也正正好听见了魏英的那句 我名魏英 不必 轰 蓝忘机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脑中响起 眼见那人要走 下意识拉住他 激进颤抖道 魏英 放手 魏英皱眉道 同时手微微用尽 从蓝忘机手中挣脱出来 一步跨出 就已到了五米之外 蓝忘机微微一愣 看了看手中已经空无一物的手 心突然间抽腾了下 他抬眸 直视着魏英 声线微有些发颤道 魏英 魏英眉雨微醋 他能感到这人身上有些混乱的灵气波动和过于激动的心情 但是 为何 因为他 可是他确定 他从未与这方世界的人打过交道 甚至从未踏足过 可他面前的这个人 那强烈的心情波动 以及眼里未消散的欣喜激动和不可置信 是做不了价的 韩光君 回过神来的小辈们快速行礼 蓝景仪瞅了一眼离他不远的魏英 好奇地打亮了几眼 可 蓝丝追青壳一声 蓝景仪眨了眨眼 按道不好 下意识看向蓝忘机 却见那人连看都未看他们一眼 只一个劲地盯视着魏英 嗯 等等 魏英 阁下是何人 魏英抬眸与那道炙热的视线对视 看着那双琉璃眸 没来由得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 却又好像没有 蓝忘机这个时候 也恢复了些理智 看着魏英 眼里略微有些迟疑 听到他的问话 心里一痛 双眼瞪大 恍若明白了什么 抬手势力 强压颤音道 姑苏蓝氏 蓝湛自忘机 魏英皱眉 略带打量地扫射了几眼蓝忘机 同样行下一里道 散修 魏英 你你你你 是宜陵老祖魏英 魏无限 一道惊呼声响起 魏英抬眸看去 便见蓝景仪大睁着眼 一脸震惊地抬手指着他 一阵漠然 魏英抬眸 看向蓝忘机 见那人紧盯着他 又想到今天刚刚听完的 关于怡灵老祖的说书 好像明白了什么 他顿了顿 对着蓝景仪诞声道 我并非怡灵老祖 魏英魏无限 说完 他微觉不对 又道 我是魏英 却非怡灵老祖 魏英魏无限 怎么感觉还是好怪 晚辈认错了人 还望前辈勿怪 温润的声音响起 魏英看向蓝丝锥 温润如玉举止有礼 刚刚除碎时 临危不乱 嗯 是个好苗子 有礼不乱的声音响起来